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5月7日晚上10点多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淮英区分局小营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您请随即出发刚往现场 然而现场的景象却让民警们大吃以惊 公立厂房内两个房间 有两男一女被打伤 当时这个地面很多的血迹 男主人嘛 躺在床上面 是没有东京了 他的床头地上面 一大坛的血迹 可以说打得非常重 还有女主人呢 也是面部全是血趴在外面的台阶上面 警方随即拨打120电话 将三名伤者送往医院 监狱案情严重 淮安市公安局淮英区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也随即赶往现场 参与调查 事发的两个房间 位于一家公司在建的一幢办公楼最北侧 受害的三人是一家三口 其中男主人傅金军 今年43岁 被承包工地 一部分油漆工程的包工头 在调查中 警方找到了事件的目击者 昨晚大家在视频中 这个我们听到外面很扎动的声音 他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的时候 看到有两两个人 手里坑了棍 坑了棍之后 我就往外走的 听到他们的两个人 看到我歪了死 就从这些地方就跑了 目击者称 由于当时光线红暗 没能看清对方的迷茫 那么 对包工头一家下次很熟的人 到底是谁 他们是为了集财 还是为了抱负这家人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深更半夜 一家三口 被人堵在屋里 用这么粗的钢管一顿暴打 那么大家都会想啊 这二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 行凶者又是谁呢 可能说出来 让人难以置信 行凶的人居然和这家人士 亲亲关系 案发第二天 警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勘察 从当时记录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场非常惨烈 我们初步分析应该还是熟悉的作案 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 警方发现了疑似作案应的三根钢管 这三根钢管呢 也跟其他的钢管不太一样 钢管比较粗 比较短 是什么样的熟人会带着钢管 来殴打附近军一家三口呢 受伤孝敬的儿子傅孟宇 在案发后的第二天苏醒过来 他告诉民警 进入房间殴打他的是自己的舅舅 也就是自己母亲朱卫红的表弟 王永乐 通过查阅工地大门的监控录像 傅孟宇进一步指认说 和王永乐一起来的是他的哥哥王永亮 和另外一个叫吴齐国的人 双方是亲戚关系 而且关系很近 对不对 所以说双方矛盾肯定不小 要不然亲戚是不会下这么重的手的 警方随即在网上发布 针对三名嫌疑人的追讨信息 并联系了他们的家人 希望能劝收他们自首 案发后的第四天 前一人之一 今年二十六岁的王永乐投案自首 同一天 王永乐的哥哥 二十七岁的王永亮 和四十二岁的吴齐国 在江苏常楚某网巴上王室 被当地警方抓获 而在案发一个星期后 受派人傅金军不幸医治无效申马 经鉴定 其死亡原因系 卢脑损伤 他叫朱卫红 今年四十三岁 自称文盲 是死者傅金军的妻子 他的一颗牙齿被钢管打断 面部肿胀 经鉴定 被重上 无能跟之前 有了很大的变化 案发几个月来 他至今也无法接受丈夫 死亡的事实 朱卫红 朱卫红说 自己小时候家里很贫寒 日子过得很艰难 后来他遇到了傅金军 两人开始交往 傅金军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 家庭情况也不太好 所以家里的长辈和亲戚们 都反对他们在一起 只有朱卫红的大舅 也就是王永亮 王永乐的父亲 对他表示支持 说我跟他关系是最好的 他知道我正宗 我为什么要正宗他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刻 我娘家叔叔答应 舅舅一年 怎么有人在我身上花一毛钱 就是我舅舅 给我买一个皮箱 因此当得知是自己大舅家的孩子 打死了老公傅金军 朱卫红崩溃了 我真是有金军王 我没想到那是在大树里头的 我实在接受不了 朱卫红说 除了大舅外 其他的舅舅他几乎都断绝了来往 因为以前舅舅们看不起父亲军 嫌他穷 朱卫红和舅舅们的关系 为什么会到互不来往的地步呢 我们找到了朱卫红的一个舅舅 朱卫红的这位舅舅告诉我们 他和朱卫红家关系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自己曾经借了朱卫红的钱 到期没还钱 被他骂 我说你不能骂我 再少了钱 我说你长辈 你不该怎么样 你得愿意 我肯定是天内把你去 后来他就 基本上没有来往 从来就没有 他小孩就换起我 我都不去 我说这个人太 有点在处理事情上 你再次下再会 我说把钱看得太多 没有去你有钱 就是你骨盆 就撕出人 他没有意思 所以后来他就不觉得关系 他要说的话 他就和别人想 他就是一个 但是他语气不保险 他就是 他只要有理的 反正他就不让 他是朱卫红和傅金军的小儿子 傅孟宇 今年18岁 初中文化成都 他也在本次案件中受了轻伤 傅孟宇认为 舅舅们不与他们家来往 还是和钱有关系 所以他们过来借钱 就是那时候就没钱 没钱给他们 然后他们到时候就翻脸 傅孟宇说 由于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 所以他一直比较节俭 即便是对自己和哥哥也一样 哥哥和我说 刚才对象的时候 他也不给钱 每个月也就用了几点爱钱 他爱钱多了 就感觉这样 每次会说 傅孟宇说 母亲朱卫红的节俭 很多时候可能被外人认为是吝啬 这其中就包括王永亮 王永乐他们 所以说特别亲 特别有那个精打习惯 就是说 只能 他 只能 他讨厌 从 从来 就没有 他 就说他从来不是 上当的 你要让他上来 四点回 绝对不可能 他叫王永亮 今年27岁 初中文化成都 2009年开始跟着乌西国 去坐游戏宫 王永亮说 他是家里的大儿子 底下还有两个弟弟 他 他是王永亮的弟弟王永乐 今年26岁 也是初中文化成都 曾经当过两年兵 后来也跟着乌西国学游戏工 他觉得这次出事 跟哥哥王永亮的性和脾气 有一定的关系 像我们平安 就磨刃之后 你感觉我感觉 要么除了 就不跟你除了 就除了 他磨刃的话 就跟人家翻课 就 语言 就知道 就 会发生生动 就很生动 对 对 很生动 王家兄弟俩 口认的乌西国就是他 是王家兄弟的舅舅 今年42岁 只读过一年书 至今没有成家 这个大陆 自己买 也赚不到钱 所以在家里面 也就是很穷美 要是自己老婆 也没办法 人家帮我介绍 介绍的家里面 就是没钱 打不出 这钱 2012年年底 由于天气原因 淮安大部分工地都停工了 此时王永亮得知 附近军承包的工地还在开工 便与其联系去他那里帮忙 附近军答应后 王永亮又叫上弟弟王永乐和舅舅 吴七国一起去做 不过 他们两个都有些不太情愿 我感觉是不行 那当时我购了 我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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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王永乐曾经在附近军的工地上做过 但是直到做了两三个月后 他才知道 自己的工钱 是要拿来抵偿家里 欠附近军家的钱 让他很不舒服 而吴七国也曾经跟附近军他们做过 也是因为钱的原因 让他很不高兴 做了工钱 做了大概有两千多块钱 他只有就给我一求 还是让我回关键不给我 除了担忧工钱 王永乐和吴七国也跟附近军的老婆朱卫红打过交道 知道他不太好相处 不过在王永亮说 附近军保证他们能拿到工钱 并告诉他们 朱卫红不会去工地之后 最终他们同意了去附近军的工地上干活 双方商定每人每天的工钱是150元 这比其他工人要多出10元钱 他说你们别人多拿出来 就最好就是比别人多干 每天每人多干了半个钱 就是什么的 就行 后来就做事 就带给他人 然后我跟我继续 因为这帮我亲戚关系 所以就点个同意了 开始工作后 几个人感觉状态很好 也觉得附近军这个人沉默寡言的 挺和善 2013年农历春节前后 一直在菜市场卖菜的朱卫红在回家路上遭遇了一场车祸 之后他就经常来工地了 这让王永亮他们觉得很多事情变了 在朱卫红一天工艺术之前 我们就吃个饭 米饭是熟的 那个菜有盐有油 没事呢 可是他把别人吃一份肉 然后朱卫红来到工艺术以后呢 有的肉电饭饱饭都夹生的 有的菜 你连弄不放 油也不放 那个肉啊 更别吃 一天中午朱卫红和王永乐因为上班时间而争扎了起来 王永乐认为 朱卫红比他比其他人早开始工作 而朱卫红则声称 王永乐过了上班的点 还玩手机不工作 所以才说他 我说他们都没做 就没跟救 我说我有个撒屁 我就这么说 那几人 坐着楼梯就上去了 我跟他打的 一坐楼梯就上去了 朱卫红说自己从以来不跟他们几个吵 只是偶尔说说他们 不过在王永乐他们看来 情况 却不是这样 从来没搞到超过 我会说什么 我说说有点 娘哪 咱到车 这个李大公没了娘呢 我又不动 你咱到车 去就好了 对我们人家他们下来 我说我去南海岛来 我说这都可以吗 就当我来讲他弄是这样一个朋友说过来 我训练真的一而就这样 我说三年说一次 我说我们在里面是打工的 我说你我不是你我又不是你小孩子跟你说了 说过去的 我说你这就没意思了 他的兄弟们来说其他工人也会说 我跟你说他说我们 为什么 他感觉就给我们十块钱 他对心里就只说不是 他应该感觉就多说你 那里多多事 此后他们所在的工地上发生了工人高空坠落的事故 工地项目部为此付出了120万元赔偿金 同时管理层也开始要求工人们平时戴好安全帽 然而当老板来检查的时候 王永亮却与他顶撞了起来 我就是没有标点 我听见有很很很很很很弱 然后上次老板就说了一句 说怎么标点 他站在地上 就站在地上走路的人全部都都要盖 然后我当时就这里 让路了一句 我就骂了他一句 然后当时好像被他听到 然后就跟我撒背 情绪激动的王永亮准备用砖头砸老板 被父亲军挡了下来 就在王永亮他们想要离开的时候 傅金军和朱卫红却劝他们继续留在工地上帮忙 看在亲戚的面子上 他们答应了 可是没干几天 双方又以美如何计算工作量 再次发生了矛盾 安保里面的东西做完一个下班 你不让安保时间跟别人其他工作一样 几点多上班几点多下班 你也都没 我问你到底怎么办 朱卫红说不让他们早下班那天 是因为下午有工地领导来检查 请他们帮忙留下 而其他的事他表示不清楚 由于双方矛盾越来越多 王永亮他们就决定另外找一个工地 然而他们的做法就让朱卫红他们很不高兴 因为我们说不做的 他就跳起来 说你们还不做 说这情形不要有 所以就不平了 就这么能地 然后自己又讲 我又讲又讲说我家 你今天早上借过去 他说我父母说他娘想要跪下了 什么之后 回去又我就打电话跟我爸妈 就是 一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我爸妈就说 他们想说我让他把钱还了 他现在是赖 赖上说 没有 双方就王家所见钱款是否还清各支一词 此时王永亮又听附近军说 如果因为他们的原因而导致工期延误 每天要扣他们500元 这让王永亮觉得 三人近3万元的工钱恐怕要被扣光了 王永亮觉得拿不到工钱就意味着 在家里欠银行的贷款无法偿还 弟弟的房贷没钱还款 王永亮说 他想过打官子 但是又觉得借朱未红的钱没有借条 官子很难赢 他又打电话想让父母出面来要 但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时也回不来 一度则怨气的王永亮就提议 去把父亲军一家三口打一顿 而王永乐和吴奇谷则有些犹豫 考虑到附近军力极大 又是工地的包工头 为了补吃亏 王永亮又提议 拿钢管去 拿钢管就 反正当时就要打拉一点脆口气 也没有把它打这么 我们是让自己把我一样 就自己打拉的时候 把我一样 打拉那么一亿度啊 这么一亿度啊 这么一亿度啊 但是这些人控制好 那对 2013年5月7日晚上十点多钟 三人分成两辆助力车来到工业园区 樊墙进入工地后 他们手持钢管 对父亲军一家进行了殴打 我当了最少一个人 所以说我才打 当然在汽车上 一边打一边打 后来打过 他 我后来看的时候 在这下 翘子 要爬下来 但是我就在汽车上 他爬下来 我怕他进攻 所以说在汽车上 把他进攻 我又还是 就混在了十个位 打了两万 三人行凶后 知道自己失手打中了 于是急忙翻越工地的大门逃跑 王永乐觉得自己下手不中 又有家事 所以很快 就想要自首 而王永亮和吴七国 和其电动车逃跑 到了第四天 两个实在坚持不住时 吴七国则提议去自首 但被王永亮拒绝了 我觉得如果自首的话 就是偷想 你做不到 不想 在被抓上去 如果自首算多想的话 被抓上去 他就有偷 偷到 身在看守所的三个人 现在都感到特别后悔 但是在王永亮心中 却还是有着一丝怨恨 对于这个事情 我自首认罪 但是我心里面 问心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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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我觉得 就依旧我这个年龄 受得 导致今天那个事情是 病 因为 那个朱卫红 他的做法 导致今天的结果是 必然 我这个 炸药罢 那朱卫红就是这个 点炸药罢的人 然后炸死他 炸死他 不经历 所以你觉得整件事 都不做得那么错 你自己有错 有 就是刚才说的 我不能以测恨你的心 对对 对待你 然而王永亮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们几个的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了新的仇恨 由于吴奇国在殴打室下手较重 他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批准逮捕 王永亮和王永乐 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批准逮捕 今天这个案子 说的是亲戚之间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最终闹出了人命 如果您也想参与 本期节目的讨论 拿出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刘明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本栏目的 特约评论员白宇 欢迎 首先我们先让白宇 给点评一下 你说为什么 有的时候 亲人之间下手 会比常人还要重 为什么 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没有弄明白 这件事 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处理 那么在本案当中 我们看到了 其实他们之间 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 应该有一种合同关系 来约束 但是又掺杂进来 曾经谁欠谁的钱 这种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混淆在一起了 那么混淆以后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处置方式 但是我们看到行凶者 他可能用的是一种 这种情感上边的 亲戚 你做的不对 那么我就要教训你 但是这个里面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点是什么 有一个矛盾的不断的升级 最初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双方都在这种 彼此的较力之间 让这个矛盾最终升级成为了一个暴力的时间 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法律点 需要澄清 你看这个行凶的 是三个人一起做的案 但是呢 王永亮和王永乐 他们是涉嫌故意伤害 而这个吴奇国 也就是这哥俩的舅舅 他是涉嫌故意杀人 这是为什么 对这两个罪名在概念上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他可能会存在什么呢 故意伤害致死 结果是死亡 或者是故意杀人被随 结果是伤害 这时候怎么区别 区别的关键 还在于他们主观故意内容不同 故意杀人 主观故意上就是要杀人 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后果 也包括间接故意 对被害人死活呢 他不积极追求 但放任 均事不理 这时候不管什么结果都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他绝不希望被害人死亡 但是主观故意呢 他是内心的活动 我们怎么来判定 对 主观呢 是通过客观事实反应的 你比如说 他使用什么犯罪工具 杀伤力如何 大铁棍子 对 是吧 铁管 对 是预先准备 还是临时选择 事先准备的 事先准备的 包括打击的部位 是要害部位 还是非要害部位 是有意打击 还是随意打击 包括打击的强度 是不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打击 对 武器国自个儿也坦白交代了 说本来受伤害的包工头 在地上已经够够重的了 要站起来 是吧 他怕他站起来之后报复 又给了他两棍子 对 所以说你看本案 他的犯罪工具 是预先准备的钢管 这个杀伤力就很大 而且在被害人丧失 抵抗能力的情况下 他持续的打击 具有任意性 他放弃这样一个 积极追求这样一个结果 对 这两个人他有节制的行为 所以说一个是涉嫌杀人 一个是涉嫌伤害 对 这里边有很多家庭内部矛盾 你看朱卫红一口咬定 说王有亮 你的父亲原来该我钱 现在还没还清 但是王有亮和王有乐 给家里边打过电话 人家父母说了 说原来是该过 但是现在还清楚了 你看到底还没还清楚 各执一词 我们先把这事放到一边 朱卫红他的做法 是不是有待推敲 他秉承的应该叫做 负债子还 你爹欠我的钱 你们俩就给我劳动 我就可以少发你工资 对 这个法律逻辑混乱 理性混乱 他们不是互负债务 这个借款 还有和劳动关系 或者雇佣关系 是不同的主体 不同的法律关系 你不能混同 不能抵消 如果你认为 这个借款是真实存在的 你可以通过正常的 诉讼程序去主张权力 你不能随性的可口工资 对 实际上 如果他们事先签订了 劳动合约 就像白宇说的 你别认为是倾听关系 应该是一种合同的关系 这事可能就不会闹得这么大了 但是据我们的记者 走访一圈发现 现在一些包工头 跟他们手下的这些建筑工人之间 签合同的普遍不多 负责本案的江苏省淮安市淮英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认为 这起案件在亲戚纠纷之外 实际上也反映出农民工讨薪 这么一个社会议题 在我们国家当今这个建筑行业 农民工跟老板之间签订合同的现象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也就造成了他们讨薪这种 有时候有存在这种困难 在采访中 无论是在工地上工作多年的吴奇谷 还是近几年才入行的王永亮兄弟俩 都说 从来没有和包工头签过合同 为了了解其中缘由 我们找到了傅金军的上级分包商 王先生 我一般都是找那个 一直跟我做的那个老夫 那为什么会找他呢 因为他跟我做了两三年了 因为人很不错嘛 配合也很好 王先生说他跟傅金军之间也不签合同 而傅金军他们和工人们之间 更不会签订合同来 这个要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如果你是劳务分包的话 你要交一定的费用 就是 你那个劳动局肯定要交钱的嘛 对不对 你劳务分包你从那边拿着 拿着这个合同过来 工地过来做的话 肯定是不一样的 原来这个价格就比较低 他不可能再去 说走劳务分包这块来 那么没有合同 工人们不担心拿不到钱嘛 为此我们还找到了一位从业多年的油漆工师傅 那不签合同您担不担心就是工钱要不到吗 这个都是 互相之间的人都是怪 就靠这种人与人之间信任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你自己来说你喜不希望签个合同吗 当然签个合同好了 对不对 怎么个好法 有保障嘛 对不对 法律就是说你签个合同 从劳务部门 你签个合同 劳务部门他有任务 对不对 到时候解决问题嘛 很麻烦的 记者走访了一些建筑工地 发现很多时候 老板和农民工都不愿意签订合同 因为建筑行业金钱之间 帮工已成为常态 签订合同 反而会让人际关系变得尴尬 除此之外 对老板来说 农民工流动性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负担也减轻了 而对农民工来说 签订合同就意味着要购买社保 这笔支出 他们不愿意承担 而且签订了合同 对自己的约束也大 想去其他地方干活 也就不方便了 在建筑工地上 这些建筑工人 和这个用人单位 和个人签动劳动合约的现象 的确是比较少 这种现象 白宇再给点评一下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少 如果从包工头和工人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 可能是因为一个劳动力市场 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因为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劳动力是比较多的 那么需求方式比较少的 所以我出去打工 我要赶快找到工作 这是包工头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那么还有开发商和包工头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更多是由市场的竞争来决定的 市场竞争的好的话 我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降低我的成本 比如说我减少各种的开支 劳动保险等等 另外一种 就是说我要增加我的技术含量 但是在面对我们的劳动力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 他们作为热食群体的时候 这里边企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监管的缺位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更多的我们的主管部门还是要站出来 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看这么多的人不签正式的劳动合同 一旦面临法律风险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他们自我保护提供了一定的障碍 对 非常难解决 法律关系也就不好取取利 到底是雇佣关系 还是劳动关系 诉讼之后 农民工他没有诉讼能力 即使胜诉 他又执行难 有些包工头拿着钱就流入大街了 就很难解决 对 在这里我们给农民工一点小的建议 第一你要清楚自己是给谁干活 除了包工头 包括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承包人 封包人 你都要清楚 对 一旦权力被侵犯了 你知道去找谁 谁还承担这个责任 去告谁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法律规定 建筑企业 如果他聘请了没有私事的组织 个人 这时候他也要承担用工单位的责任 对 这时候你可以跳过包工头去被选 再一个我们有法律援助制度 如果你违权确实有困难的话 不过援助条件 你可以通过援助机构 指派的律师来帮助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够非法违权 走极端 这时候不但权力没被护了 对 害人害己 对 你说走极端 这网友亮就是一个走极端的 他自己也说了 我自己就是一个炸药包 这个朱卫红就是一个点炸药包的 你得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的性格 其实从心理动力学的理论来思考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液压模型 就是人的有一种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攻击 本能能量的上升 那么在到他危险界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宣泄 要有一个释放 对 刚才他说是一个炸药包 但是我们说从人的挫折感 然后引发了愤怒 从愤怒到有攻击和暴力行为之间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是不是有一个刺激点的出现 好 接下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 关注一下新浪的微工艺平台 这个平台是在2012年的2月份建立的 到现在为止 累计捐款的数额已经超过了1.66亿 通过短片了解 第一条地震微博出现的时间 大概是在地震后的一分钟内 24个小时之内 我们已经筹集了将近6000万了 2012年2月 新浪微工艺正式上线 通过网络平台 致力于将求助者 爱心网友 工艺机构等资源进行整合 降低慈善参与门槛 汇聚公益微力量 之前经历过像这种 宜良地震 还有新疆地震 甚至还有10年的 这721北京的这道雨 跟各个基金会 或者公共组织之间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 这种在紧急救援上 一些信息的沟通 从公众人士呼吁 到普通民众参与 从个体救助 到亚安地震过亿的捐款 新浪微工艺 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推动着全民工艺时代的到来 别看新浪啊 他这个工艺平台 叫做微工艺平台 实际上呢 他做了很多大事 那么在2012年呢 排名到前十的一些大事呢 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透巧都关注过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 来看几张图片啊 比如说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我们两次跟踪 报道过的西达奶奶 80多岁的他身患直肠癌 需要10万医药费 而子女呢 是不闻不问 微工艺平台最终是发动了 1780名网友 完成了10万元的募捐 而时间呢 仅用了5天 再来看另外一张图片 这我想北京人 对他都应该非常的熟悉 对 这就是廖丹 对吧 他是为了让这个患尿毒症的 妻子延长生命 北京小伙廖丹 用假工章 骗取了免费的透析 廖丹的故事 在微博上广泛的传播 网友呢 纷纷说他是 这是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于是呢 纷纷给他募捐 最终募捐成功50万元 那类似的故事 还有很多 以后呢 我们再利用时间 慢慢的给您报道 受谷临寻 来到人世 仅仅六个月 为何就面临饥饿和死亡 他 精神失常 不自心情 却显妙悲剧 你看着他 因为王家路里说 他 不知所措 责任与能力的天平下 他撑起的 会是哪一变 我都不敢 寻找饥饿娃娃 日线12 明日播出